嗨,大家好,我是曼妮 讓我們一起來燉一鍋咖哩醬吧 我這次燉的食材有洋蔥跟各式各樣的菇類 有杏鮑菇頭還有雪白菇跟黑美人菇 杏鮑菇頭很好用,它是全食物料理的一環 我們都不要浪費可以吃的食物 菇類有很豐富的多糖體跟氨基酸 所以在燉菜的時候我很常使用它 這一鍋咖哩醬是蔬食料理唷 菇類我都會稍微整理一下就好 把你覺得看到有灰塵或者是髒的地方 把它拍掉或者是像這樣把它切掉 然後洋蔥呢,它外面褐色的薄膜是很有營養的 所以在燉菜的時候我也會把它留著 因為燉到後來那個薄膜 它會融在你的燉菜料理裡面 所以其實你不用擔心口感不好 或者是去吃到這個薄膜 這是黑美人菇,蠔菇 它很適合燉湯 因為口感很厚實 不管你燉再久 它吃起來都是那樣的口感 很juicy 我們合作社的菇都很乾淨 所以我都把它剝開 稍微檢查一下看一下就可以了 每種菇類都有它適合做的料理 那看到這是杏鮑菇頭 我會稍微刮一下 稍微變有點黃色的地方 或者是看起來比較不是那麼漂亮的地方 稍微把它刮掉就好了 杏鮑菇頭呢 它是整株採收後 靠近雞部的粗狀根部 它沒有帶菇帽 所以你就看到就是那一根 然後口感Q彈也有嚼勁 炒啊,醬燒啊,三杯啊都很好吃 很多人說 杏鮑菇口炒起來呢 跟雞肉的口感很像 結瓜,當季的結瓜 合作社今年的結瓜產量 蠻多的 很鼓勵大家多多使用 因為當我們的農民 開始種植不一樣的農作物 農產的時候呢 我們社員多多支持 這樣子我們往後 才能夠繼續看得到 這樣的一個農產 剛剛看到那個結瓜 它那個開結瓜花的地方 那個也都可以吃 結瓜頭都可以吃 因為要拿來燉 所以你也不要切得太薄 厚度大概抓在1.5公分 就是你一個指節的 關節的厚度差不多 然後我每次在切食材的時候 都會用不同的方式來切 因為對我來講 料理是一件 很有樂趣的事情 所以我很喜歡 嘗試不一樣的切法 然後我也想 嗯,那我下次 我可以怎麼做會更好 慢慢切就好了 以不受傷為原則 輕鬆有趣的 看待你在做的料理 這樣子在當下 你也會很輕鬆 這是合作社的 紅麴素食咖哩塊 它有這樣一個一個的 因為我這次要煮的一大鍋 所以我就這一盒 全部都用掉 有機薑黃粉 我常常在煮米飯 給小孩吃的時候 會做薑黃飯 然後這是我們 公平貿易有機咖哩粉 我這一個是有辣味的 但是其實它不辣 它的辣跟我們想像中 那種辣椒的辣是不一樣的 我們的咖哩粉也有甜味的哦 都可以混搭 因為咖哩事實上 它就是有很多不同的 清香料組合而成的 所以你都可以搭很多 不一樣的香料啊 有溫度有油脂 就是會讓營養更容易的攝取 脂溶性的維生素的話 都是像這樣子的料理方式 洋蔥跟菇類我先用橄欖油炒香 然後我把蠔菇黑美人菇也放下去 然後我把蠔菇黑美人菇也放下去 淡淡的清香 很多時候我食材拿到的時候 我都會稍微聞一下 看它的味道 倒一點水 這個水是煮開的熱開水 很多人會問 那為什麼要倒熱開水 老師可以加冷水嗎 可以加就是什麼水什麼水嗎 事實上加熱開水 是因為要維持食材的溫度一致 很簡單的道理哦 但是有的時候做菜就是這樣 它會有一個小麥港 或者是它是很多時候是一個物理變化 可能稍微想一下為什麼要這樣做 然後我把我們的公平貿易 有機咖哩粉放一些下去 還有薑黃粉 我在很多時候用到薑黃粉 因為其實薑黃素對我們人體 其實有很好的營養 煮飯的時候會加 我打精力湯的時候也會加 然後精力湯我加薑黃粉的時候 我會再倒一些亞麻仁油 煮滾得熱開水 要告訴大家原因哦 要維持食材的溫度一致 要維持食材的溫度一致 我會喜歡做菜就是因為它跟做食鹽一樣 不停的嘗試不同的方法 然後它會有不同的結果 來稍微溶解一下咖哩塊 它那個盒子啊包裝它已經有一個形狀了 所以你稍微壓一壓就可以有一小塊一小塊 然後我一樣是用熱開水 稍微溶解它再倒下去 這樣會避免我們咖哩塊 如果沒有先溶的話 你倒進去你那個鍋子裡面的時候 有的時候它會凝結會結塊 或者是會黏在鍋子底部 那就容易燒焦 稍微壓一下它 燉東西的時候我會用土鍋 很多人會問我 老師你這次用的是什麼鍋子 其實我會看我做的料理 像我煮飯的時候 我也都用這個土鍋在煮飯 我不太會用電鍋電子鍋煮飯 但是說真的哦 土鍋煮出來的米飯 真的吃起來是不一樣的 你的米粒是非常保水的 去調整一下濃度 然後結瓜最後下 然後我們蓋上鍋蓋 就可以來處理海鮮食材 所以你在做咖哩醬 在開始讓它燜煮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海鮮食材處理了 所以你可以同時間做兩樣事情 看我切下的部位 這樣才不會有墨汁 有時候不小心讓墨汁噴出來 噴到你的衣服 然後輕輕畫下一刀 這樣就可以很容易去皮了 做菜 做菜的時候 其實時間的管理很重要 我覺得這跟我在讀 企業管理跟工業管理 事實上那個精神啊 思維跟那個做法都是一樣的 有白蝦 透抽 還有五鍋魚片 這是我這一次海鮮咖哩使用的海鮮食材 來 咖哩醬在熬煮的時候 我就來料理海鮮 那煮咖哩醬呢 我不是一直煮它喔 煮滾了之後我就熄火了 然後確認它都沒有凝結的咖哩塊 這樣就可以了 你就讓它悶著就好了 咖哩煮太久它會苦 你看我的蒜頭是冷凍保存的 當產量多的時候呢 蔥、薑、蒜頭我都會冷凍保存 那當我在做一些料理 它是不需要新鮮蒜頭的時候 或新鮮蔥的時候 我就可以拿出來使用 我先倒透抽下去 然後倒五鍋魚片 然後一樣再加一下有機咖哩粉 公平貿易呢 它是透過合理的收購價 來保障農民的生活 所以我們看到會有公平貿易咖 咖啡粉、公平貿易可可粉 還有公平貿易咖哩粉 合作設施跟富具一起合作的 支持公平貿易的產品 事實上我覺得它的精神是很久遠的 可以讓農民走得很久很遠 幫助農民改善他們的生活 這是炒好的海鮮食材 然後再來 然後再來 炒蝦子 我們的冷凍白蝦 蝦子的解凍呢 其實你要煮的時候再拿出來就好了 然後放在流水下 稍微把它的冰 凝結的冰沖掉 這樣就可以了 因為這樣才不會影響到你蝦子的口感 有的人會把蝦子拿出來 然後它就浸著水 那它蝦子包裝裡面的那個水溶解了 那蝦子也在裡面 那就等於你的蝦子是浸泡在水裡 所以你在煮起來的時候 蝦子的口感可能會不是那麼的好 其實這都是一個小撇步 然後海鮮料理好了 我的以菇類為基底的咖哩醬也煮好了 其實不需要花很多的時間 那咖哩醬呢放到隔天吃 它的味道更好 海鮮是另外料理的 所以你也可以另外煮雞肉啊 或者是煎個豬排啊 或者是用其他不同的肉類來做 因為主要是這一鍋咖哩醬 那蔬食者呢更方便了 有這麼一鍋以菇類為基底的咖哩醬呢 事實上會更方便 你看這就是空心菜 現在空心菜很多 鼓勵大家多多利用 空心菜我燙一下 然後咖哩醬淋上去 非常好吃 然後這也是我的晚餐 咖哩醬 然後我煮了一顆蛋 看完影片是不是覺得 原來不是只有紅蘿蔔馬鈴薯可以做咖哩 我們的菇類也可以喔 而且熬煮出來的咖哩醬 它的風味非常的不一樣 大家都可以來試試看 好囉我們下次見囉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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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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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待 下次見 稍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